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治疗公众方法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以下几点 第一个就是基础治疗 基础治疗就是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 包括营养的摄入、光照 还有避免碳酸、咖啡饮料的摄入等等 还有集中阶级的摄入 我们就像平时的药补充的钙剂跟维生素D 这个是我们相对于骨质中的一级预防 在如果治疗的时候有好多类药物 像双磷酸盐、酱钙素、活性素维生素D3 这个急速替代药等等 这些东西很复杂的药物 但是我们在治疗骨质中的过程中 一定要说是应该有合理的治疗 根据这个缩换骨质中的类型 是原法的技术、技法的 还是一型的、二型的、三型等等 应该是专业大夫去系统的指导进行治疗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